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薪资第01字号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美国8月生产物价指数PPI下滑 美股14号是逆市收红 台股周四开低走高 盘面上以中效型股 获得较多的资金青睐 那么要善用这个看大做小 还有看就找新来选股 后续的盘氏解析赶快来请教 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 Muroto Gu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劉比奥 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老师 那现在这个盘面上的强势族群 包含老师提醒大家的新汽车 还有这个中美角力的受惠股 跟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那在第一时间没有跟上的朋友 请教老师这个下一档可以怎么来把握呢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 可能投资朋友就觉得说 为什么要涨一些怪股 好 我告诉各位 这不叫怪股 这个叫做市场上比较 没有认真去研究过的股票 但实际上不代表它怪 也不代表它不好 我解释给各位听为什么 你想想看 市场上这么多人在等解套 我讲几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你看 华邦店大家都认识吧 立基店你认识吧 都认识 望宏你认识吧 对不对 那有没有一些股票名字讲出来 你可能还要查一下 然后你找不到代表 因为你记错了 对不对 有这种可能 有 这公司我就不熟啊 那这种股票因为你不熟 它去年跟前年套牢的卖要很少 所以你现在一拉出就上来了 对 从来很干净 那不代表它不好哦 那我告诉你 等它涨完了以后 它就变成这门股 但是刚涨的时候你不知道吗 对 那我们之前不是跟各位讲过一个叫龙魂的效应 你想看看哦 这个合一在跳空涨停的时候 上个月在涨的时候 是不是带动很多生技股在涨 是 对不对 那广基在创新高的时候 不是带动很多工业电脑吗 对都在上涨 都在涨嘛 对 你看那个红宝也涨嘛 政华店也涨嘛 对 那广基创新高当然是最帅嘛 因为龙魂在天上不灭 大家就会帅领 大家跟随 因为大家需要的是一个信心 就是说 其实我们社会上的资金 我认为是很多的啦 只是很多人都放在银行 或者放在那个交购户头里面 我不买股票 因为我认为我没有信心嘛 但你说市场上有开证券户的人 这些大户小户中户 难道他户头里面真的没有钱吗 没这回事 我告诉你多得很啊 你现在只要给市场信心 让他们愿意来买 我告诉你什么都涨 他们就愿意进场 就好像我讲台积电也是一样的道理嘛 你说台积电不会涨吗 当然会啊 什么时候会涨 当大家想买的时候它就会涨 对不对 你说等到哪一天 比方说这个台币的问题也解决了 外资来每天买台积电几万张 然后呢 这个投信因为发了很多ETF 所以呢 他要跟上这个指数 他也每天都买一大堆 对不对 那大户全部都现在买 你说这个台积电不会涨吗 一定喷啊 对不对 马上过去 先挑战钱高 再再搞不好你挑战四位数也有可能啊 是 那 这个重点不是在于说 大家会不会这么做 大家迟早这么做 这问题重点在于说 大家什么时间点会这么做 你比方说 你要是知道八月十五号 大家会这么做 那就八月十号去买就好了 对 对不对 这问题如果解决的话 你加三代问题就解决了 十代都解决 我告诉你十辈子不愁吃穿 对不对 就等于你知道股票什么时候会涨 是 这才是我告诉各位 时间上才是重点嘛 所以大家在时间上 时间上的重点就是 什么要 投资人什么时候愿意去买什么股票 就是在情绪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 其实大家户头里面都有钱啊 是 但我就不想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赔吧 对 我怕 我为什么怕呢 美国我也怕 什么事我都怕 对不对 我怕 我怕 那我就不买 反正我有钱 我等你 等你要涨的时候 我再买 大家都这样想 好 那你看 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吹动投资人的情绪 比方说合一拉五根涨停 我跟你讲 有一档股票也有新鸟 你把它买 买 你就买了嘛 因为你情绪上来了嘛 对信心也来了 那这个还不是情绪最热的时候 比方说你买了以后 然后Ruby你买了以后 隔天涨停了 你是不是很很热 胆子更大了 好 那再给你下一档股票 然后呢 你又涨停了 哇 那整个市场就爆热嘛 对不对 是 那所有的钱都把钱都拿出来买股票了 是 那龙魂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情形 大型股没什么系 指数没什么系 美国的话 他一定等9月20号看到底升级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小型股有没有系 就要看做小型股的人有没有赚钱 那我问各位有没有赚钱 有 赚翻了好不好 拜托 这个月以来多少股票 不用讲这个月来 8月就开始了 对不对 你说什么华欣光他们这些股票 涨多少 肯定涨多少 对不对 是 合一涨多少 药药涨多少 对不对 保龄当时在冲的时候涨多少 对不对 所以这些股票很多人赚到钱 那就像我刚刚跟这个 Ruby你讲的一样 赚到钱以后我的心态是什么 嗨嘛 是 所以龙魂才会有它的效应 我在这个族群当中涨上来 大家认为说你这个有危险 但是呢 你大家看衰 但是我就是不倒 往上再创新高 这个时候 是不是可以鼓动市场上的信心 对 所以我们在liet当中 还有在昨天跟前天的影片里面 我们都有跟各位讲过 我们就是有一档小精锐 小精锐 对小精锐 我们要出手 是 那我当然我们在买的那一天 不好意思 我要我要我要先 我们要我们要先自己先买 先保留的 不能不能跟人家 不然你就很简单吗 你跟我讲我也很直接告诉你 你直接来加入我就直接第一手带你 是 对吧 好 那我们就深锐先买 但是我觉得我道义上我做到了 我有告诉你 我有暗示加民事是哪一档 对 第一个我告诉你说他不到50块 对吧 第二个我告诉你说这个地方传统上跟着就是有两档 是 那当然其中一档是其有 再来一档就是深锐 大家看一下 今天早上开盘 哇塞 对不对 礼拜四开盘的时候 对不对 礼拜一次 又拉一根掌停 两根了 加起来两根了 所以你还记得我在礼拜一的时候跟各位讲过一段话 就说你看 那假设说我们现在讲你深锐赚三根掌停 是 对不对 当时买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师这可以买吗 好怕 我好怕 等到涨了三根掌停以后 我跟你说你先卖一半 对不对 结果你来骂我 反而舍不得 要卖吗 这个不是受贿在中国转单吗 好像教训我一样 同样一句话不是我告诉你的吗 你拿来念我对不对 这真奇怪 人就是这样子 没有涨的时候下的跟什么一样 涨上去以后舍不得卖 是不是应验我以前跟各位讲的那句话 操作就一个哲学 叫做什么 买在你觉得不会涨的时候 卖在你觉得要喷出的时候 因为你舍不得 就在你舍不得那一瞬间 我叫你先出 然后转到小金睿 那你看 金睿不是三根掌停了吗 那我不是告诉你说股票卖掉 他就一定是我看坏 谁告诉你说股票卖掉一定是看坏 错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我第一段讲很久 你有没有听进去 你真的好好去体会这个件事情 就是说 当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先赚别的 当然可以 这个道理就是我在刚刚跟各位讲的 人生当中千古两个难题 你要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涨的一倍 还是你要百分之百的10% 对不对 你可以拿到一个折中点 一档股票你不用卖在他最高的时候 一定要报到底 你可以跟他做他最好做的那一段 对不对 你说你金睿赚到三根涨停 那你论上来讲三百万已经四百万了 因为你三根了 那你先出一部分 你说哪怕你是只出掉一半 卖两百万好了 你两百万进来 在那天跟我们买深锐 拉上来又是两根 礼拜五如果再开高就接近三成 那我之前不是跟各位讲过吗 你看我举例来讲 那个上个月最强的不是那个东哥游艇 你东哥游艇高档的时候一定会有周日落 周日落的时候你把它卖掉三根涨停 你说刚好转到这个金睿赚上 金睿赚三根你又转到深锐身上 哇你看先三根再三根接下来又两根 你深度赚一个开高 那我是跟各位讲过吗 一档股票偏三成 三档股票连续加起来 是不是就等于比你一档股票要报一倍简单的多 对 事实上你说能能能这个很难做到吗 也不会啊 这个都是我们明讲的啊 是 你可以回头去看一下昨天的light 前天light 昨天前天大前天的影片啊 我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叫做一棒借一棒 因为有个龙魂的效应嘛 是 因为市场上看到做深锐的人 做金锐的人赚那么多钱 你刚才说安控系统另外下一档 股票股价只有这个五分之一 你会不买吗 就比方说我再告诉你啊 你说中美转单难道只有这个安控吗 不会啊 还有资安啊 对 网路资讯网路网路资料的安全系统怎么不会动呢 因为 投信他只会去买那种 比较具有 指标性的这种股票 比方说比方说像立端 对不对 是 但你说做资安这一块最强是立端吗 当然不是啊 以前我们的经验 每次涨资安的时候都会涨两档股票 对 然后我再我再讲一个 就是说你看那个宜特最近不是在涨吗 对 我们当时买宜特的时候很多人也是不以为难 这个做半导体测试的不会涨 不会涨 这个不会涨 不会涨 就很闷 到底不是不会涨 但是你看宜特这次大涨 换一个名字 车用电子的检测 对加入测 哇好炫哦你知道吗 新的概念 对你你知道很简单吗 那我就把所有人的那个概念 从来取个名字 对 对不对 那都行啊 那所以我来告诉各位的重点 不是在于说 哪一档股票我们赚多少 而是你想想看这个逻辑 像我刚刚跟各位讲 大家有信心 比方说这个你看宜特长到这边 很多做检测 他信心都出来了 你找到那边 拜托我检测 我有做汽车的 对那我也要 那大家都来了嘛 是 这不是跟当时元宇宙一样 是 你看那个洪大殿在他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 我有切入 我也要切入 就长一堆镜头 对 到最后长得比洪大殿还多 海凶 这个就是你要利用这种龙魂的效果 去做到这种所谓的三档跟三档 就是说 像我刚刚跟各位讲 盘面上的强势股都在这边 第一个就是中美概念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 这次有一个很重要叫什么户外运动 你不要看乔三这样 他还是很强 是 他只是三天不涨而已 你不要等他整理完 这个还没结束 那很多投资本在这个地方放开心中的枷锁 因为其实我刚刚在讲的这个境界 他真的讲真的不难 动作上很不难 难在哪里你知道吗 心 我怕你心里过不去 是 我真的怕 比方说一档股票还涨对不对 涨三成我叫你卖 你心里过不去 这个换这一档了这个会涨吗 舍不得 舍不得吗 对不对 这个产业会涨吗 户外运动会涨吗 巨洋会涨吗 乔三会涨吗 讲一句实在话比你电子股强多了好不好 是 我都不想吐槽了对不对 是 电子上一堆老师整天 我想电子基本教育派是这样子的 我实在真心讲 就是你如果是在这个20年前进入股市的 你有经历过这个0304年 然后就最美好的那一段 或者是说这个1112年 就201112年就 苹果股独霸的那几年 是 你的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一种电子情节 苹果情节 对不对 对你多多少少都有嘛 20年过去的我坦白讲一句话 所有的苹概股谁比得上苹果本身 对不对 你说巴菲特他就买苹果嘛 对不对 现在大户其实很多也学乖了 对不对 他富伟说直接去靠苹果 他其他股票 你刚刚讲的苹概股 他谁懒得理你 对 这个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情绪 任何一个事件他会 会改变市场上的情绪 跟观点 所以我现在也要告诉各位 刚才我跟Nubi讲的 你想想看 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 他有时候会横跨生计股 电子股 传产股 对我们来讲只要会涨都是股 都是好股 可是对很多人来讲的话 你心中就要 就是你要放开那个枷锁嘛 对 假设你跟我一样 觉得赚钱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要去实现一个你相信的梦想 对不对 而那个梦想不是你自己成功 是别人的公司成功 那有意义吗 所以把你的自己的梦想放在第一步 那我就告诉各位赚钱最重要 是 你的想法如果跟我一样的话 那我告诉各位 我刚刚说到一半嘛 有一个族群 刚刚开始 像我们刚跟我讲 小金钱不是涨上两根吗 对 好 那我告诉各位 比立端更强的资安股 我之所以认为它更强是因为 我们刚刚说了 市场上有怪股效应 对 这一档股票认识的很少 所以第一时间我先给打电话进来的 是 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好的 那请大家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餐饮师坦免费的那一账号 全新的333计划这个第一档 就保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趕快来一遍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 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钩链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好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听友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听众朋友 你的资金要放在股票 最好做的那一段一进场就能够发动 3454的金锐三根涨停之后 接棒的小金锐再攻下了第二根涨停板 全新的333计划就是一档股票拼三成 连续三档就能够拼翻倍 务必从第一档就跟上老师的脚步哦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麦账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不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全新的汽车股 还有全新的资安股都在我们的333计划当中 务必把握机会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攻不起进场哦 欢迎回到股市叉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很多投资朋友们都希望股票呢 可以埋在最低卖在最高 但是常常呢就是跟着抱上抱下 可惜一点的就是小赚 那么最不希望的呢 就是要面对套牢这件事情 那就请教老师这个 投资朋友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来操作呢 所以当股票就做到最好之后那一段嘛 是 然后三成再换三成嘛 是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什么样的族群还在攻 首先就是第一个 合一出来我就跟各位说 第一天一定有麦芽 你看我讲的没有错 你放着 关他12天 他里面获利了结的麦芽要先出来嘛 是 你等到化解以后往上再攻一个新高 生计股才有第二段 短线上的钱跑去哪里你知道 保瑞拉一根涨0 CDMO这个概念其实本来大家认为说 那美国这个立出手 会不会台湾受害 想太多了 打到把这个害怕的这个筹码洗一洗又上来 我现在讲一句实在话 害怕的人他自己也没没赚到生计 关你什么事 无聊到家 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 明后天这边有几个重点 像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除了这个资安 这个部分的话 那跟着立端有机会往上供的股票 大家要看一下 那深瑞公到第三天就不容易再追了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股票在第四根就会容易震荡 是 所以你要把握在前面的买点 那我也直接告诉各位说 安控当中还有一档股票三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 刚刚我跟各位讲深瑞两个字 那其有两个字 两个字 这个都是前天我们在影片当中送大家的 对 有把握的就恭喜 没有把握到的 还有这档股票三个字 三个字 他的价格一样是低价 也是低价格 而且我告诉各位想到他的人真的不多 这地方我们一买 今天也是供上来 创新高 再来我们看一下台领 台领本来就是跟那个立端有点像 这里也有这个网通的设备 然后 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股票有上影线的 那四星KY 九阳 这几只股票稍微有点上影线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你是属于强势股的范围 本来就不建议这个过高去追 但是 拉回来过程当中还会有买点 我预估会是在下周 汽车领组件 这一次都是新汽车 有没有发现 对新的汽车 所以我们之前跟各位讲 我记得我去上一个节目 我跟他们讲要涨安全气囊 那个主持人不想敌我 你知道 结果建林你看这一次涨最凶 对涨最凶 我跟你们讲这个道理就是我说的 市场上你说你觉得在涨怪股 不是怪股 那是你们还不熟的股票 但这些股票在1315年的时候 都曾经大涨过 车用连接器 这次我们来讲涨两档股票 这个要好好把握 因为有一档股票 他在今天刚放了一个成交量出来 再来我们看一下有一些股票 像汽车喇叭 我想这样子 你们想到谁 我想汽车喇叭 汽车喇叭 喇叭通常跟音响有关 对吧 所以你如果局一反三的话 就往音响去找 这张股票在前年曾经大涨过 整理的整整的差不多有12个月 一年的时间 对对对 那个礼拜四的时候才刚刚涨第一根 这个务必把握 我认为他今年的EPS 会出大家的意料之外 半导体检测 像洪康这些都有上来 我现在就讲了一个道理 这也是因为宜特成功了 成功的转了一个话题 是 半导体检测 然后他把这个车用检测 讲得更大声 结果你看最近那个什么 很多股票都上来 都检测的 其实这个部分 设备跟检测 我认为刚刚开始 因为他们都还没有像宜特一样上来 所以就好好把握 我认为 现在可以开始做的股票非常的多 那大家就趁这个机会 跟我们一起333 好的 那么这个三档股票拼三成 资金就能够拼翻倍 这一次全新的333计划 股票都是全新的 是市场上的 还没有被注意到的新的潜力果 然后这个起长点 一起跟着老师来布局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Liter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我们的投顾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祝各位超级愉快转当千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4号 新贵股票登入条件 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 是否适合投资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以上节目由中港新闻网 与摩尔投顾共同直播 进广告咯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你的资金要放在股票 最好做的那一段 一进场就能够发动 3454的金瑞 三根掌停之后 接棒的小金瑞 再攻下了第二根掌停板 全新的333计划 就是一档股票拼三成 连续三档就能够拼翻倍 务必从第一档 就跟上老师的脚步 请先加入 蔡英斯坦免费的賣帐号 ID是 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e68 或者是不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全新的汽车股 还有全新的资安股 都在我们的333计划当中 务必把握机会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公布起进场 1,2,1 2,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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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5,6,5,6,5,7,2,7,1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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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7,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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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